各位学员,大家好,欢迎大家观看安全工具系列课程 本章节咱们主要讲解一下Socomave这款工具 本节课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章节主要学习的内容 那么我们这个专题首先会介绍一下Socomave这款工具以及它的用途 在第二部分我们会来学习一下它的一些具体参数 那么这款工具作为我们安全从业者来说是非常必备的一款工具 在这个行业里所有人都会使用这款工具 所以大家需要这款工具是非常必要的 那么我们这款工具的实用的学习对象是进行安全技术的爱好者或者是从业者 建议的学习方法 我们首先需要学习并掌握这款工具的一些常用命令 然后我们需要在本地搭建环境并进行测试 那么如果说我们学会了这款工具 大家如果需要练手的话不要去在互联网上找一些在线的网站 那么我们可以在本地搭建一些圆码 然后进行特试 所有未应授权的深处测试都是违法的 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一点 那么在下节课里我们来具体介绍一下这款工具 那么本节课我们先讲到这里 感谢大家观看 получить什么 我们下节课 我们下节课